记者吴梦伦台北报道,1990年播出的电视剧《欲火凤凰》由潘影子主演,在当时创下超高收视率,相隔28年仍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经典。 但近日有人翻出剧中片段,超狂的十八进聊妹对话惊呆网友,剧中饰演败鸟族长老义子的龙天祥不断要求潘影子跟他繁衍后代,被拒绝后握住他的手说难道哪一点都不为火鸟族的下一代想一想吗? 但潘影子表示他不会火鸟宫,无法反映火鸟族的下一代,没想到龙天祥景一脸正经又深情款款地说,血凤凰影片取自YouTube,如遭山叔请见谅。